同学们好,欢迎来到考试点 今天我们讲组合电路中的最后一讲 竞争与冒险 这是在组合逻辑电路中实际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有些变量 他通过不同的路径到达了输出门的输入端 由于他到达输出门的时间内不同 我们称这样的变量是具有竞争的变量 具有竞争的变量到达输出门以后 有可能会产生与真指表不相符合的一种输出 那这样的我们就称为叫做冒险 那这个冒险会对后面的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我们看这样一个电路 A变量 你看它是通过一门再通过二门到达四门的输入端 另一道是A通过三门到达四门的输出端 所以说它的路径不一样 我们称这个A变量是具有竞争能力的变量 而这个B变量和C变量它只有一个路径 因此我们称B和C 它是不具有竞争能力的变量 由于每经过一个门以后 它都要产生一个时间的延迟 因为每一个门它的延迟的时间可能不同 因此产生冒险它是随机的 但是为了我们讨论问题方便的体见呢 我们都假定每一个门 它的传输延迟时间都是相等的 用TPD去描述它 这称为叫做平均延迟时间 好了 从这个图我们看出来 A具有竞争能力的变量 B是没有 那具有竞争能力的变量 就有可能会产生与真值表不相符合的一些输出 这样的输出呢 就会对后面产生不良的印象 比如讲后面是一个控制电路 它除了一个脉冲以后 这个控制电路就要动作 但是按正常的真值表 它不应该有这个动作 但是因为产生了冒险 会产生了和这个真值表不符合的一种波形 会使后一级误动作 产生逻辑上的错误 这在有些系统里面是不允许的 咱们就看 我们就把这一个电路 就是刚刚这样一个电路 我们前面的这个电路 这不是A非B 这是A非的非 最后变成这样的一个方程 A非加A非B 当输入变量B等于C等于1的时候 那这个函数是不是就等于A非呢 A加A非 在静态的时候 或者是在真值表来表示的时候 它应该是很等于1 但是由于隔条路径的时间延迟不同 就会产生下面的这样一个现象 刚刚刚讲了 TPD是每一个门的平均传输的延迟时间 你看 本来那是一个很等于1 由于这个它有可能产生一个偏离移的数据 跑到低电瓶去了 我们称为叫做偏移冒险 有的书又称为它叫做灵形冒险 因为它有腰跑到灵去了 称为叫做灵形冒险 好 咱们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图 B和C都等于1的时候 看看A B等于1 C等于1 看看A变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A由1变到0 A通过移门的时候要取返一次 由于时间的延迟 它要有一个TPD的延迟 以后门移才把A信号取返 同样 由1变到0的时候 由0变成1的时候 取返了它要由1变到0 这是门移 门2呢 它要对门移的输出信号再取返一次 那它也要延迟一个TPD的时间 取返 它变化要延迟一个TPD的时间 就是一门和二门 那A信号通过三门 是不是移籍的取返和门移的输出 是一样取返一次 好了 同学们这个时候看看 那到达二门的输出 三门的输出 到达四门的输入端 门市的输出 按前面 总有一个是0 建林类的要 好了 同学们看看 在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两个都等于1 根据御飞门的功能 拳腰得0 所以说在输出 也要有一个延迟时间 产生了一个覆埋出 偏移了移 所以说叫做偏移冒险 而我的A 由低电频变成高电频的那时候 总有一个输出端 保持十为零的 它不产生冒险 那这一个冒险 显然 对有些电路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是 欲货 欲飞 产生的是偏移冒险 当然也有一种叫偏林冒险 那就是由货鱼 或者是货飞门 你看 这是一个 货飞门 B变量 只有一个通路 同样 也是A变量 它一路是 A一门 二门 到达四门的输入端 另一路 是通过三门 到达 输出门的输入端 通过了不同的路径 当货席 把这个方程的一写列 不就是它了吗 这是A非加塞 A非加币 这一项 这是A加塞 当B岁同为零的时候 B为零 税为零 所以就等于A A非 A非 用真字表看来 它应该是横为零的 但是当 A变量 发生变化的时候 同学们看看 会产生 什么样的现象 A 由1 变到0 通过移门的时候 取返一次 它要经过 一个门的延迟时间 TPD 是这样一个 门鱼的输出 送到门二的输入端 那门二的输出 又要对 门鱼的输出端 进行一个 取法 同样 也要延时 一个TPD 好了 同学们看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 出现了 两个 都为零 霍飞门 输入端 只要有一个 腰 腰加任何事 是腰 飞一下 是等于零 而我这 现在出现的 两个都是零 零加零是零 飞一下 不就等于 腰了吧 那本来 它是很等于零 现在 产生了 一个 偏 零的 冒险 产生了一个 震卖冲 那这个 在某些 系统里面 同样是不允许的 那 现在 爱变量 由高电频 变到低电频的时候 它不产生 所以说 产生 冒险的时候 不是说 有竞争的变量 有变化 它就会 冒险 就要看 是怎么样变 显然 竞争与冒险 是我们所不需要的 我们不希望 会产生这样的 电路 那我们就要 学会怎么样子 去判断 判断这个电路 有没有竞争与冒险 那我们就要 学会 去判断它 那怎么样子 判断呢 如果是 我这一个 函数会出现 X加X飞 就某一个变量 原变量 和反变量 相互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它会出现 偏 一冒险 当这一个函数 会出现 X与X飞的 那时候 它是很等于零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产生 偏零冒险 那我们 怎么样子 来判断呢 可以用两种 不同的方法 来判断 一种 是代数法 代数法呢 就要先判断它 哪些变量 是具有竞争能力的变量 一个是A 一个是A飞 也就是一个是X 一个是X飞 这两个变量 通路肯定是不同的 它具有竞争 然后再判断它 是否有冒险 出现X加X飞 偏移 XX飞 偏零 好了 咱们看看 举例子看看代数法 一个函数 A飞加A飞 B加A飞 飞 我们看看 这里有A飞 它具有竞争能力 XX飞 具有竞争能力 因此 我们下面 就要讨论 A变量 或X变量 它们会不会产生冒险 那讨论 A变量的时候 就要把B碎 要固定 看看在B碎 固定在什么时候 A变量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讨论C变量的时候 要把AB固定 看看AB取之什么的时候 C变量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好了 咱们先看 A变量 那就是 B碎等于00的时候 你望你一带 B为0 C为0 这两项 四为0 C为0 飞下来是1 F不就等于A飞了吧 01 B为0 这一项四为0 C为1 这等于A C为1 飞下来为0 这个也没有 是不是就等于A了 B碎等于10 B为0 B为1 这等于A飞 C为1 C为0 这一项也没有了 C为0 飞下来是1 是不是A飞加A飞 还是A飞 B碎等于11 B碎等于11 C为1 C为1 飞下来是0 后一项也没有了 B为1 C为0 是不是A加A飞 就是当B碎等于11 就是当B碎等于11 的时候A飞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好 然后再看C飞量 C飞量的时候就要看AB要固定了 A比为0 0 0 这两个来为0 A为0 飞下是1 是不是等于C飞 A比为0 1 A为0 这一项也没有了 A为0 飞下是1 B为1 这是1 1加任何数列是1 是不是F就很等于1 10 A为1 这是一个C B为0 也没有了 A为1 飞下来是0 这个就没有了 是不是就等于一个C A为1 就等于它 A比等于11 A比同为11 A为1飞下来为0 这一项也没有 这是一个C A为1飞下来是0 这个是0 是不是就等于C 是不是这样一判断 我这个C变量 它不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A变量有 什么时候有呢 BC等于11的时候 同样 这一个货语是 A加C A加C 遇上一个A非加B 遇上一个B加C非 AA非有竞争 C非C有竞争 咱们看看 它什么时候产生竞争与冒险呢 什么产生冒险呢 A变量固定 Bc Bc等于0 B为0 C为0 B为0 C为0 B为0 B为0 C为0 B为0 C为0 Var B为0 C为0 B为0 C为0 C为2 C为0 B为0 这就是0 0 任何树相语 是等于0 10 如果0,B为1,1加任何数,那是1 4等于0,这是一个A 4为0,非一下是1,这是一个1,是不是就等于A了 B4等于11的时候,B为1,4为1 B为1,4为1 B为1,4为1,1加任何数是1,1加任何数是1 这个B为1,1加任何数是1,是不是很等于1呢 因此对这一个电路来讲 就是当B4同为0,0的时候将会产生偏离冒险或者是疑行冒险 C变量 你看A,B为0,0,B为0,A为0 A为0,非一下是1,这一项类就是1,是不是产生C,C非了 0,1,2,0,10,1,1,1,2,1,1,2 an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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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 A,3,2,4,1,2,3,4,2,3,3,2,4,2,4,3.3 == 逼? AC等于00的时候会产生偏零冒险 C变量在AB为00的时候会产生偏零冒险 这是用代数法 用卡罗图法 如果这两个是相切 它就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对哪一个变量 就是在相切的这一点 你看C都等于1B都等于1 A变量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冒险 相切的时候 这两个它在这里相切 它两个的相切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C等于0B等于0A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冒险 既然是冒险我们不希望 我们检查出来以后 它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我怎么办 我怎么样去消除它 或者是去削弱它 一般在电路中采用三种方式 第一种修改逻辑设计 第一种修改逻辑设计 就增加了一个多余项 或者叫做冗余项 你看原来这是SA加FB 这两个圈相切会产生冒险 加上一个多余项 就是在这个相切的地方 我加上一个卡洛圈 这个卡洛圈在我们前面讲过 这是一个多余项 它的腰都被别的圈圈过 圈出来是一个多余项 我们在化减的时候是不允许它 但是我加进来以后 会消除竞争与冒险 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讲 在B税等于1的时候 会产生冒险吗 现在我加进了一个多余项以后 当B税同为11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它 就会是A加A非 现在加了一个多余项以后 是不是它很等于1了呢 这也就是说 我们的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与电路的设备是有矛盾的 有时候我们选择哪一个根据需要 如果是要从简化电路上来讲 当然这一项是不应该要 要使得门电路越少越好 但是当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电路的可靠性 它的安全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 要提高区牺牲设备 牺牲设备量的 就是增加设备量 来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那就要加进这样一个 那同学们那些会要问 那如果是考试是一个化简题 那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化简题 多余项绝对不能要 就是请大家注意 第二种办法是加一个选通脉冲 它的电路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输注门加一个选通信号 当变量稳定了之前 我的选通信号 于指是零 零 与任何处相遇是零 飞一下不就等于腰了吧 那什么时候 我的选通信号呢才来呢 就是当毕业生意 输入信号稳定了以后 才让市门开放 让BAC 经过这些运算以后通过来 也就是选通信号 它是避开了竞争与冒险 而我加这一个多余项 前一种方法呢 是把冒险现象给消除了 第三种办法 这也是在实际中 经常有的 经常采用的 就是我的竞争与冒险 它不就是产生了一个 我们画的时候里很宽 实际上它是很窄里很窄的 那我用最后一种方法 就是在输出端 加上了一个滤波电容 来削弱冒险 脉冲的幅度 使它对后面的电路 不产生影响 那就是利用冲放电 看啊 这是产生的冒险脉冲 我加了一个电容以后 它是不是要有一个充放电 充电来了 马上又放电 是不是把冒险脉冲的幅度 削弱了 使得这一个冒险脉冲 虽然产生 但是它不产生 不需要的后果 当然这个电容 选择力越大 对这一个的削弱就 就越好 但是 我这个电容器 选择力太大 那对我正常的 我所需要的信号 也会有影响 所以说这个电容器不能大 一般就是多少个PF 10的-12次方个法拉 小电容不能大 好 咱们看看 几个题目 我们判断一下 有没有竞争与冒险 利用卡洛图来判断它 利用刚刚所讲的 如果是卡洛图列相切 在切点处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如果是不相切 是对零或者是隔了一段距离 甚至是相交的 那这就没有竞争与冒险 咱们看看 这第一个图这样一圈 是不是最相切 在C等于1 A等于0的时候 B变量 在变化的时候 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第二个图 这两个是相交的 没有相切点 因此它不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第三个 这是相隔的一个方格 不相切 也不相交 那只要不相切 它就不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这个类也没有 这一个它是对零 不相切 因此这一个电路 它也不会有竞争与冒险 这一个 男颜色的 与这一个 咖啡色的 这是对零 这两个一样 不产生竞争与冒险 黄颜色与男颜色的 这两个是相交的 不产生竞争与冒险 但是黄颜色 或者咖啡色的 这两个是相切的 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在什么时候 产生竞争与冒险 在这个切点处 咱们看 C地是等于零 都等于零 B都等于零 那只有A 是不相类不同的 所以说 这一个电路 就是在 C地等于零 B等于零的时候 A变量 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如果是再问你 怎样子消除它 增加一个多余项 那就完了 你增加这一个 增加大一点 那也行 增加在这儿 那也行 这个飞号跑了 这 没关系 就是把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A飞D 和ABC飞 这是A飞D ABC飞 这是这个飞号在这儿 A飞在这儿 好 关于竞争与冒险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那 组合电路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 同学们 应该要 掌握什么呢 规矩起来 就是组合电路的分析 组合电路的设计 那分析和设计呢 它可以用门电路 组合电路 组合电路 要里去分析 也可以用 移码器 也可以用数据 选择器 也可以用全家器 组合电路 要里去分析 设计 可以用门电路来设计 也可以用移码器 也可以用数据 选择器 也可以用全家器 来设计 所以说这些呢 同学们都得要掌握 重点掌握什么呢 就是要掌握中规模 组合集成电路 移码器 数据选择器 以及全家器 它们的应用 至于竞争与冒险 一般 它不会考它 但是呢 同学们要知道 万一考上 你不至于 茫然不知所措 那我们 从这一讲之后 就要转向 十序电路 十序电路 比组合电路 要稍微 复杂一点 不过只要 同学们认真的去学 那也 没有什么 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